空嬌嬌的街市仿恥鬼城一樣 場內十七九空 甚至在通道擺放雜物 這班外傭更加坐在急鋪前面聊天 仍然在街市上層營業的檔位不多 元朗同一街市因為滲水問題 導致上層不少檔位空置等待維修 接種後二十幾年 市環處沒有拿出來投 變成刺到現在 起碼是政務界市 市為都會爛 有沒有冷氣 市環處冷協和街市的情況最嚴重 二十幾年來都可以租租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市環處不租租 如果建車租無論是正常的三年長期租約 還是短期租約 可能是半年一次或三個月一次 都可以做到的 新蒲江的彩虹道街市都有類似的情況 但街市即將被政府收回 部份檔位提早清空 人流少之又少 一年做百多元 一年 一年 一年六七十元 賣二十元 你意思是一年內 今年內只做了百多元生意 你開了多少個月 一月一號到現在 食環處說彩虹道街市將騰出用地 作其他長遠發展 將會與租戶相討街市的關閉日期 至於同一街市 防滲工程計劃已在2012年展開 街市的空置攤檔以及一樓的公眾地方已完成修補 會繼續同攤檔租戶商討防滲工程的細節 多個公共街市正過軌 立法會議員柯創成說 食環處凍結租戶政策造成空置率高 加上部分街市環境欠街 老鼠橫行令市民卻步 當局應該檢討政策 並諮詢租戶的意見 東網記者 中由美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確診新冠肺炎後 在社交網拍片報平安 他與第一夫人梅拉尼亞星期五一同確診 美國傳媒報導 特朗普開始發燒 非常疲倦 呼吸困難 他正接受多株抗體雞尾酒療法 和瑞德西偉治療 有消息人士說他的情況有點嚴重 特朗普對病情感到擔憂 他同日埃曼離開白宮 前往馬利蘭州的軍方醫院 預料會留院幾天 白宮強調 特朗普會在醫院繼續掌權 履行公務 權力並沒有交給副總統彭斯 另外特朗普在上個星期六 主持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記者會 除了特朗普抗例之外 還有五人確診 包括前白宮高級顧問康偉 共和黨籍參議員提里斯和麥克里 曾經與特朗普同場辯論的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已經接受測試 結果沒有受感染 他在密歇根州參與競選活動時 祝願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早日康復 又呼籲民眾佩戴口罩 拜登會繼續進行競選活動 但會縮減規模 避免疫情爆發 東網記者藍豪傑報導 走 这些